如果国足遇上北马其顿 就说两个字扮他 国足遇上 昨天刚刚拿下意大利的北马其顿 会有什么火花 国足必须扮他 把他收拾的背负 请上视频 可能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腿里脚 打门远射 看见了吧 是不是打得非常流畅 那球筋的非常脆 但是 各位观众请注意 这是友谊赛中的国足 友谊赛中的国足 那就是势不可挡啊 战斗力一下子从500 杠到一瓦 顶级战斗力 别说个北马其顿的 法国牛不牛 一比人拿下 德国牛不牛 大瓶 韩国牛不牛 三比人赢完胜 只要是友谊赛 场面也好看 打得那个就俊俏 花里无少的盘带 各种杂耍实的过人 只要友谊赛都能玩的 为什么呀 因为友谊赛人家最少不跟你认真玩 怕受伤 人家是陪你玩 你花钱了 人家陪你玩两把呗 那还不能让人一眼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 人家只要守七分力量 对于顶级运动来讲 对方只要稍微不全力防守 你就能打出花来 但国足也有失手的时候 当年碰上年轻气盛的 内玛尔 内玛尔说 年轻人 谁年轻不气盛 叭叭叭 就给国足干了八个球 估计啊 还是稍微给了点国足面 要不就得上双 所以 我看比赛 就看这个教练 正式比赛的结果 比如说 奥运会的正式预选赛 世纪杯的正式预选赛 亚洲杯的正式比赛 这三种比赛 国足教练和球员才见真正 其他都是扯淡 比如北马其顿加入了亚洲联 现在和国足进行 世纪杯预选赛 就北马其顿昨天的状态 和国足 能把国足打飞起来 插插飞呀 原地起飞 至少六个球起 六六大宋 那么问题来了 我说的被打花的这国家队 是没有规划球员的 但是如果有四个巴西规划 加上两个血缘规划 这只国家队 如果是个外交指教 比如说斯克拉利 能否战胜北马其顿呢 请在评论区里面 谢谢 请不吝点赞